我們為何要完善區議會選舉制度 因為就是2014、2019年特報 我們完善了立法會選舉 接著要做了這個區議會選舉 剛才所說的就是已經勾出了輪廓 第二,這是甚麼有關呢? 是國家安全概念 所以司徒委員,謝謝 剛才我們說了國家安全裏面 出台之後是針對標記那四種大類型的罪行 這些我們一定要看這些 要有底線思維 周不時,非安私危 要知道有人搞些顏色革命 而顏色革命裡面,我們已經見過了 2019年 最新的一種是甚麼? 一不離二,二不離三 第一,是搞我們的佔中 第二,是搞了黑暴 第三,就是接下來的11月 為甚麼? 11月3日的同運 就是跟我們剛剛議員說 我們為了完善區議會選舉 將會在7月完成收黎 11月選區議會的時候 搞這些疑風敗俗 是違背了我們國家的一個基本概念 是甚麼?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我們需要的是甚麼? 弘弱了我們傳統的中國的家庭價值觀 大家明白嗎? 好 好,謝謝 如果我們請第二位港姐出來 和我們第一位港姐 拍張相留念香港 周不時 還有是 Family人,不是Family人 是姚貞孫 姚